这就是事发时小女孩玩耍的天窗 孩子的父亲张先生说 当时他坐在正驾驶 朋友坐在副驾驶 两人正在聊天 女儿玲玲则把脑袋探出天窗外玩耍 由于平时女儿就喜欢玩天窗 所以当时的举动他并没有在意 可是没想到 仅仅五分钟后意外就发生了 张先生抬头一看 发现女儿的脖子被关闭回来的天窗紧紧的卡住 可是当时的孩子已经没有了反应 经过抢救 玲玲还是没能救回来 事后张先生找到了出售车辆的4S店 对方经过检测认为 这辆车的天窗是带有自动防夹功能的 张先生认为 自己确实没有监管到位 但是既然天窗带有防夹功能 为什么还会夹死孩子呢 是不是车辆的设计有问题呢 好奇实验室打算进行一次模拟实测 看看一扇正常运行的汽车天窗 是不是存在着风险 唐州寒通4S店的周涛技师 首先向我们介绍了防夹天窗的工作原理 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呢 就是说它里面会有一个电阻来感应到 我们这个天窗运行的一个 怎么说呢 顺畅的一个程度 如果说感觉到有阻力了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雾气卡住它 有阻力的情况下 它的电阻会断电 那么导致它的天窗回弹 这么一个状态 周技师说 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车都有防夹功能 天窗的力量很大 如果夹住了手 确实会很危险 可能会夹得你的手拿不出来 这么一个状态 对 因为它夹得还是比较紧的 是吧 因为它里面有两个电机在观光 现在我就用这个模特尔来模拟一下 事发现场 在事发当时呢 孩子的父亲和他的朋友 坐在正副驾驶的位置上 而这个小女孩呢 就站在这个中间的操控台上 现在我们就来模拟一下 现在孩子已经站到了这个上面 脑袋伸出天窗外面 如果他这个时候的手碰到了控制天窗的按钮 会发生什么 看看 按下关闭按钮 天窗开始合拢 在天窗玻璃接触到假人脖子的瞬间 天窗并没有弹毁 而是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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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它是在前挤压了大约一厘米后再摊回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看到了吧 再来试试毛绒玩具熊 它的脖子厚度有近八厘米 实验员关闭天窗 天窗接触到小熊的脖子后 也没有立刻摊回 而是继续向前 这次的挤压程度更为明显 玻璃前进了大约五公分后才摊毁 不少人对于防夹天窗的认识有一个误区 以为防夹天窗是一碰到物体就立刻摊毁了 其实防夹天窗只有在受到足够大的阻力时才会摊毁 背夹材质的硬度不同会影响到防夹功能的启动时间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天窗会卡住孩子的脖子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现在来看啊 当时的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天窗的门关上 如果这个时候我松手 天窗就不会自动抬回去 哎呀这根本就拽不动 寒通4S店的周济师说 目前所有带自动防夹功能的天窗都是一键升降的 如果在天窗逐渐的靠拢的过程当中 孩子的小手再次触碰到了这个天窗的开关 那么他就会停下来 自动防夹功能就不会实现 如果把小熊换成事发时的女孩 当天窗收回时 接触到女孩脖子的可能是在A点 因为脖子很软 所以天窗会继续回收 到达B点时 天窗才会向反方向运动 而天窗运行到AB点中间时 如果有人碰触到了天窗按钮 小女孩就可能被卡住 那么卡住女孩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实验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块猪肉 中间插了一个吸管 用它来磨你孩子的脖子 这个吸管就是代表孩子的气管 看看被夹了以后会发生什么 还是同样的方法 这块猪肉果然也被夹在了天窗上 这个气管被夹成什么样子 哇塞 你看你看 完全被夹死 你看 出来都已经出现了 这个白色的裂痕了 看到没 那么如果是人被这样卡住 会是什么感觉呢 好气实验室的小胖 准备亲自上阵来体验一下 在现场实测中 好气实验室还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动作 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在慌乱之中伸出小手去拼命的摁 只要他碰一下 就会越夹越紧 碰一次紧一次 碰一次紧一次 最终 好气实验室 好气实验室用材质较硬的红油易拉罐来测试这个情况 还可以夹 你看 当天窗卡住罐体后 用手轻点一下关窗键 罐体就被压下了0.5厘米 每一次轻点 罐体都会被压扁一些 最后只剩下了二分之一的厚度 而此时的天窗仍然没有启动防夹功能 三次小孩的软骨组织啊 或者肌肉组织啊 支撑能力啊 肯定没有成人这么好 如果气管架了 我们吃些了 架了警动呗 马上取货没有 他就冰倒了 说假了马上就没有了 几分钟就没有了